香港警民衝突 情勢持續的升高 並且在理工大學外面 引爆了激戰 警方衝鋒車 一度朝著理工大學校區來挺進 遭到示威者投擲了 至少15枚的燃燒彈 還擊 瞬間起火燃燒 警方則是出動了水炮車 予以壓制 偏偏幫幫一陣玻璃破碎聲 港警衝鋒車受到至少15枚燃燒彈的招呼 瞬間起火 示威者攻勢不斷 交雜在此起彼落的叫罵聲 陷入火海的衝鋒車 眼看苗頭不對 趕緊打倒退檔後撤 但是地面上阻礙通行的磚頭鎮 加上空中不斷落下的燃燒彈 衝鋒車像是搏了腳的鐵馬 一瘸一拐的退回安全區 支援警令一面滅火 一面發射吹雷彈掩護同袍 警民在連同鴻勘和理工大學的 暢運道天橋展開基站 底下就是著名的海底隧道 戰火所及 槍聲四起 一片火海 暫時後車的港警在重新部署後 派出水炮車強勢停靜 水炮車正面強攻 戰報警察則在兩旁釋放吹雷彈 看來戰術奏效 但是不分示威者依舊賦予頑抗 退守校園的示威者重新部署 先在台階上堆放障礙物 點火燃燒 並且站在高處向地面潑灑 不明一體 同時丟致雜物 同時丟致雜物 這位示威者向媒體展現他的傷口 打開紗布露出宛如鞍唇但大小的水炮 校園裡不難看到彼此安慰的身影 另一邊港警則是派出小隊分批進入校園 示威者在里達校園內不斷來回部署 大樓外鋼筋水炮車持續噴水 並廣播呼籲所有人聽從警方的指示 同時播放友誼之光 石面埋伏和告別校園時等歌曲 試圖對示威者軟硬兼施 警民雙方激戰一整夜 熊熊火光照亮校園的夜空 但是這一夜對香港理工大學來說 註定是不寧靜的一個夜晚 TVN新聞綜合報導 香港24位泛民派立法會的議員 針對禁止謀面法 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司法復合 案件經過審查 高院今天頒布了裁決 他禁止這個裁定 禁止謀面法超乎了合理的範圍 違反了基本法的規定 香港的問題越來越複雜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 其實每一個畫面看起來 都相當的觸目驚心 而且現在最新的狀況 就是以往非常平靜的 這些香港校園 包括中大 還有包括理大 現在里里外外都充滿了 到處是抗爭 包括是學生 抗威民眾 用這個射箭 或者是裝甲車被丟直汽油彈 每一個畫面都讓人家覺得 觸目驚心 香港的問題越演越烈 從年初到現在 整個非常影響台灣的選舉 只是過去這段時間 台灣的這些參選人 不會那麼直接大喇喇的說 這個香港的局勢 跟台灣的選舉 來直接畫上等號 不過最近這一個週末 我們可以看到 民進黨陣營裡面 幾乎是畫上了等號 這個選舉的操作 語言可以說是越來越直接 我們來看一下蔡總統 他在這個致詞裡面 他講到2020總統大選 如果他們贏了 這個他們是指韓國瑜 如果韓國瑜贏了 香港的年輕人會怎麼看台灣 用直接做這樣的連接 認為說這個香港的局勢 可能會變成下一個台灣 所以接下來的投票 如果韓國瑜贏了 是不是我們就會變成下一個香港 他說如果他們贏了 國際社會又怎麼看台灣 更重要的是我們怎麼看待自己 想出漂亮的口號不難 編織美麗的願景也不難 但是台灣的政治 難道只剩下口號嗎 要贏的選舉 難道只剩下這個口號的部分 他覺得韓國瑜主張的 人民要國家安全 事實上包括高校機 還有包括潛艦這事情 台灣一定有辦法自己保護自己 另外一方面 他說國際局勢都在變化 美中貿易戰還在進行 香港的抗爭越來越激烈 貿易的典範正在快速的轉換 未來中國給台灣的壓力 只會更多 不會更少 台灣需要一個穩健理性的領導人 他認為他就是這一個 具有國際視野 能夠在複雜多變的情況之下 精準的判斷未來出路的領導人 所以他希望把票投給他 撞到台灣不是未來的事 已經是進行事 包括賴清德 也就是蔡英文在昨天 宣布他的副手 賴清德也特別講到了 他講得最直接 明年的選舉一定要顧好台灣 守好主權 等於說兩位主要的候選人 政府的總統的搭檔 他們都特別強調了 這一次選舉 如果選不好的話 就會讓人家覺得 香港就是未來台灣的 一個最新的狀況 我們現在視訊連線 淡大戰略所的副教授 李大中 李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李老師 原本我們都覺得 香港的情勢 對台灣的選舉 它的影響 似乎看起來有點疲乏 但是最近香港的局勢 就是隨著這一些港警 還有抗議民眾 把學校校園也當成戰場 每一個畫面 都讓台灣的民眾 看起來觸目驚心 雖然在網路上 我們看到很多 各種不同說法 有些說法甚至是很矛盾的 資訊非常的混亂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主要的候選人 已經拿這件事情 大喇喇的做選舉操作 以前都還只是聲援 現在直接把這個選舉的結果 跟香港的情勢劃上一個等號 認為說假設台灣 如果是韓國瑜當選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變成香港 這個情況 老師你怎麼看 現在這個最新的一個走勢 我覺得基本上還是在販賣 所謂的亡果桿 芒果桿 因為我覺得目前 台灣當然非常關心香港 但是我覺得會影響 台灣總統大選 老百姓投票的這種狀況 基本上還是出現 變性效應地減 因為會因為這個議題 相信民進黨的一些講法 願意把票投給蔡英文 基本上都已經決定了 他已經達到非常緊繃的地步 但我們如果仔細來看 韓國瑜跟蔡英文 在香港議題上的這個講話講法 其實會發現真正的差異 可能非常有限 因為蔡英文包括民進黨 還有其他的主要的這個政治人物 都會高度的高分貝的譴責 譴責香港政府 但是基本上他們看不到 比較具體的作為 那蔡英文也講過說 我們對於香港議題是同情 關心但是不介入 但重點是目前民進黨 他是執政黨 享有很多的資源 在立法院也是多數 如果真正關心跟支持 所謂香港的情勢的話 應該會有更多具體的作為 更積極的做法 比如說過去曾經討論過的難民法 也沒有看到 那再加上前陣子 這陳同佳事件裡面 反而可以看出民進黨好像是 反而是陷入進退失距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差異可能真的不大 反而是韓國瑜正面提出來 他願意國民黨的立場 是當然是反對一國兩制 支持雙普選 但是也反對港獨 韓國瑜認為這是一個比較能夠 讓雙方都能夠達到一個中間點的做法 所以差異上非常有限 真正的差異我覺得是民進黨 還是在打主權牌 就是販賣所謂的亡國感 一國兩制 但是這非常矛盾 因為一國兩制在台灣本來就沒有市場 台灣的主流政黨 不論是國民黨民進黨 沒有任何的政治人物在喊說 我支持一國兩制 而且蔡總統曾經在沒有多久 上個月國慶日的時候 公開講過說 反對一國兩制是台灣的最大公約數 這是他認證的一個事實 但假設如此的話 那也不應該會在公開的場合還在說 假設明年一月大家把票投給了韓國瑜 投給國民黨 香港年輕人會怎麼看台灣的選項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看法 因為已經親頭認證 證明其實在台灣 一國兩制是反對他是最大的公約數 而且本來事實上沒有任何的政黨支持一國兩制 主流政黨 那就更不應該把一國兩制拿來做策略的應用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非常關鍵就是說 因為民進黨包括蔡英文本人一直在講說 今天的香港才是明天的台灣 那我覺得這是一種我會比較反對的做法 因為這是彰顯出對自己信心的不足 把自己跟香港相提並論 忘記了中華民國是個主權國家 我們有自己的憲政體制 我們有自己的國防軍隊 有徵稅的功能 政府有良好的治理 那在國際茶域裡面 我有我們的力量 雖然這兩三年受到了很多的一些衝擊 但基本上我們不應該對自己失去信心 更不應該把這個今日香港 滅台灣當成是口號 上口再販賣芒果乾 那最後一點我覺得有一個地方還很重要 就是說目前的這個政府似乎是想把兩岸政策 操作為零和一 就是只有兩個選項 一個選項是 就是像現在 就是仇中兩岸要衝撞要對撞 不相往來 另外選項就是他所講的 要卑躬屈膝跟中國大陸講究是統一 兩岸的統一 但其實兩岸關係是非常的複雜 在這個光譜當中 我們有很多的選項是可以很中庸的 比如說可以在保護台灣的主權的前提之下 還可以嘗試兩岸之間一個更穩定的發展 更好的一個官方溝通的管道 同時能夠謀求台灣老百姓的福祉 因為目前畢竟我們還有這麼多的台灣人 包括年輕的學生 包括我們生意人 在中國大陸做生意求學 那如何能夠保障他們的 這個最大的利益 也是政府最無可推卸的責任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香港議題已經跟台灣的選舉 已經連在一起 很難做清楚的切割 但其實它的效用 我覺得已經達到最高峰 目前來說就是看民眾怎麼做一個 他的判斷跟選擇 謝謝老師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老師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好 事實上其實韓國瑜在臉書 也有特別回應 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他特別寫了一篇 他說香港人現在是流血 可是台灣的選總統的人 他的選票卻增加了 這對香港人是完全的不尊重 他主張雙普選反港獨 六字真言 他特別提出了他一個主張 不過也有人分析 韓國瑜雖然這樣一針見血 在講出現在最新的狀況 而且他也喊出他的底線 雙普選跟反港獨 可是事實上 其實他的同溫層裡面 好像響應這個文章的人 是比較少的 他要跨出他的同溫層 要跟溢溫層來揮手 這個效果恐怕是有限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現在針對所有的話題 不管是不分區 或者民調或者香港的局勢 都歡迎你撥打我們的真心話專線 我們現在就來接聽 歡迎回到新聞打百話 TPBS有最新的民調 TPBS這個最新民調 施作時間是上個禮拜三到禮拜五 這段期間最主要就是 國民黨的不分區之亂 還有包括韓國瑜公佈了他的副手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民調 跟上一次11月7號做的民調 這是11月15號 這一次蔡英文拿到的是4成3 跌了2%跟上一次比起來 韓國瑜拿到是3成5 跟上一次比起來 也是跌了2% 宋楚瑜上一次做的時候有10% 這一次只有剩下9% 如果加上了他們的副手的狀況 又打回原型 這個滿特別的 蔡賴沛增加了2% 就變成了45% 韓章沛一樣也是增加了2% 變成了37% 倒是親民黨的宋楚瑜 跌了1% 從原本的9%變成只有8% 未決定的人變得少了一點點的一個情況 另外一個大家比較關心的 因為上禮拜失作的過程當中 有不分區之亂 但是他不分區之亂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每一天的情勢都不太一樣 禮拜三 禮拜四 大家對國民黨的亂象是深惡痛絕 但禮拜五的時候 一度傳出來會調整 所以禮拜五的時候 大部分人的心態是觀望的 這個民調剛好在這三天 這失作的情況 來看一下國民黨 上一次拿到了3成7 這一次跌到了 跌了4%之多 這是滿明顯的 變成3成3 民進黨之前是2成5 但是因為民進黨 在不分區的提名過程裡面 大家也感受到這些派系 吃相非常難看 所以他們也沒有撈到好處 反而他們也跌了2% 倒是民眾黨 從原本的10%變成12% 時代力量從7%變成6% 親民黨從2%變成4% 新黨大家原本以為說 好像比較多人會投賭爛票 投到新黨 可是新黨反而是跌的 從0.9變成0.6 其他小黨的部分 也有一些變化 那我們現在來接聽口音 第一通電話來自台中的陳小姐 陳小姐妳好 妳上線請說 好 上線 有 妳上線請說 不過在電視就沒辦法開始說 因為時間不一樣 妳要趕快說 要說妳好 妳好 妳要趕快講 妳的時間過一半了 好 我跟妳說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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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2020 蔡英文不應該淡選 如果她淡選的話 就會像香港一樣 就是老百姓之間都會有一些戰爭 就像支持台獨跟反台獨的 都會有一些暴鬥 所以就符合 像蔡英文所說的 近日香港明日的台灣 所以說我希望 老百姓應該要睜大眼睛的來看一下 這個話題 近日香港明日的台灣 就像支持台獨跟反台獨之間的戰爭 不用等中國大陸來統一我們 所以就變成老百姓之間的戰爭了 所以我們要支持韓國瑜 謝謝 好 謝謝台北的周小姐